創下本週三五二零 蔡英文的就職演說眾所矚目 一方面 事實上美中角力的戰場就在臺灣 今天打的晶片戰 之所以拉攏台積電 也是臺灣的戰略價值 那同一時間這個週末 總統府出現的駭客文件風暴 事實上也有政治的角力 是 現在五二零已經在倒數計時了 而且今年大家知道 最關切的就是五二零 蔡英文的演講會是怎麼樣 我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 總統五二零就職要講什麼 大家都很關切 也會想盡各種方法 包含那時候96年的時候 還跑到印刷廠去偷 那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沒有想到 現在這個總統府資安 恐怕給大家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是不是也有可能 有人 有心人士故意去偷 偷這些文件 故意出來造成一些風波 這原因是什麼 就是禮拜五的晚上 到禮拜六的時候 突然之間連續三波 總統府裡面號稱是 總統府裡面的文件 機密文件被害了 被丟出來了 當然現在整個總統府 當天上午立刻緊急會議 非常清楚的定調 這個東西是被變造的 是被拼貼的 裡面是很多是意測的 可是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在五二零的時候 造成了總統府有多大的壓力 國內的政群 有一個外來的力量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現在國安單位 情治單位都在追查 造成憤勞 這文件裡面大概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馬上五二零之後 蔡賴體制就要上路了 所以他們把去年號稱宣稱 是去年蔡英文跟賴清德 在總統初選裡面的攻防 蔡英文要怎麼去攻防 蔡英文要攻防的步驟 一步一步 甚至怎麼去質疑賴清德 第一步怎麼質疑 接著怎麼鋪陳 怎麼鋪陳 弄出了好幾套文件 那這樣的文件出來 那當然這個東西我相信蔡賴之間 經過後面的長談 整個去年初選的十一個 很多情節都已經化解了 可是你被公開出來 總是心裡會覺得會不會造成尷尬 這是他們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裡面就是因為蔡英文和 蘇貞昌總統和行政院長 有固定的會面時間 他總共是三次在三月底 四月初的時候有三次會面 禮拜三的時候 而這樣一個會面的過程中 蔡英文總是需要一些幕僚做一些先期作業 而這種先期作業當然現在面對520一個新政府體制上市 所以裡面的人士總統總是有一些思考 有些討論 但是這裡面又把它拋出來 拋出來之後呢 當然這真假不知 可是被流放出來 就會造成彼此的尷尬 比如說裡面會講到的是 像有些單位的時候 齊麥建議 哇這個齊麥是副院長 做院議 而且都不要讓院長取得主導 那這個東西也 這是假的 可是這邊傳開了 總是難看嘛 陳齊麥和那個蘇貞昌在行政院見面的時候 會有尷尬 裡面有三個呢 有幾十三個重要的執政 可能年歲已高 或是怎麼樣 而且立場是比較是 跟蔡英文是比較有施壓的 比較是獨派的 大佬然後不再續任 那不再續任裡面加了一句 不要再被他們要挾 哇這樣子出來之後 如果這要挾兩個字 又可以拿出去做文章 然後甚至有些閣員的推薦 來某某警昌說某某某太老了 然後或者是誰比較想要當 哇這些東西全部出來 這個東西都會造成新的團隊 真的如果出來之後會難看 甚至還有一份呢 那是更有殺傷力的 那是數百個名單 某某部門 哪些學者可以配合 然後這個配合的名單 就列出來這個學者 他在哪個大學 他的專長是什麼 配合哪些部門 後面還有是誰推薦的 誰引薦的 然後這為什麼說他是變造呢 或怎樣 可是對台灣是極度了解 是刻意的 因為裡面東西呢 是真是假 但是八九層裡面有些東西就是連結起來的 而且更恐怖的是這樣一個駭客對台灣這個攻擊會讓大家覺得有壓力是什麼 因為他太了解台灣現況 他當天晚上發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把這些mail直接給了變造過的mail直接給了主跑總統府的政治記者 有很多是在各媒體比較重要的媒體裡面不是主跑總統府 但是他在整個公司裡面新聞的編載範圍裡面 是重要人士 重要人士就這樣丟了出去 所以可以看到說現在無所不用其極 520的資安 520的駭客風暴正在啟動之中 好那所以這個文件跟駭客的來源 外界有幾個解讀 一個是是不是跟這個中國解放軍的駭客有沒有關聯性 另外一個是總統府身邊內部是不是有深喉嚨爆料 這都有可能 因為這深喉嚨是因為裡面有些用字譴詞 雖然說是總統府說是變造的是意測的 可是裡面的一些稱謂有某些人的稱呼某些人的稱謂 那是自己人圈內人才會用這種字眼去稱謂的 所以代表跟裡面有關 那有一個可能是61398部隊當年被美國FBI查出來 就是用釣魚的方法搞清楚你一個體系裡面的脈絡 然後從旁邊地方包圍中央灌進去 跟這次的手法有點接釋 那或者是裡面內部呢 總統府裡面的文武官員這麼多 裡面的電腦裡面的資安裡面的雲端 是不是內部有人被潛伏 所以把他拿出來都有可能 所以現在一定要把他清查到底 因為總統府裡面是最高機密 包含520的講稿絕對不能被害出來 副下創下今天的公開道歉可以化解他6月6號回抖料的政治壓力嗎 他今天公開道歉是一連串在制衡這個罷函的連續動作 他的連續動作裡面他已經道歉了 所以挺他的人會說有一個說詞 他都道歉了你們還要怎麼樣 所以要連結到他開始又直播 而且他直播的畫面那個質感白色的襯衫 白色的背景回到了2018年他最感動人的時候 最近很少這麼有質感的直播 裡面又講到了要你呢 不要出來不要去投票 但是要有監票 這連結起來就會造成一種罷函可能會失敗的壓力 為什麼講監票是什麼 我們這種我和民間這種常常過去跑過地方選舉的 就知道在台灣的民間 真正的投票實務裡面 監票是一個最大的壓力 這監票是什麼呢 比如說地方上尤其在零里間 第一個台灣的鄉村裡面或很多林里呢 大家都熟 大家都熟的時候 所以民捷啊不要了啦 我守在那個選舉的投票所外面 民捷你來了 我就記起來了 我就知道你民捷來了 對不對 那你民捷呢 以後就不好見面了 所以民捷來的時候看到 哎呦那個阿姬 阿姬啊 他是韓粉啊 他守在那邊說 民捷你不要來了 我們以後還要見面 這樣子有一些人就會影響到投票意願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 比如說像前面 比較強大的對不對 我們已經給你 已經給了你一些東西了 叫你要投票 民捷你怎麼還不來投票 所以民捷也一定會來投票 這是我們過去在黑金時代裡面 地方派系最喜歡操 所以他先講要監票 監票不是說看你開票的順序 監視你有沒有來投票 所以這個助計畫不是說 只是後面的取消 是造成一種淋漓 社會上清除的壓力 然後再過來呢 他現在已經道歉了 已經做了這麼溫馨了 這麼軟性了 你那些韓粉會有一個意思說 人家就道歉了 為什麼要這樣感激殺絕 那他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關鍵在於說 因為上個禮拜的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講的是 雖然大家五成幾的人 都要罷免他 可是一定要回去投票 絕對要回去投票的六十一萬 OK 那六十一萬 所以我只要讓一些人心軟 他只要投票率低一點 他事實上可能不過的 對六十一萬 我讓一些人心軟一點 我讓一些人怎麼樣 找不好你就減掉三萬 他就可能低空過去 所以他現在做了 就是一個低姿態 但是又給你一個引擬難的壓力 所以民政局長才會被人家講到說 要求大家去監票 為什麼大家那麼愤怒 就是你在監視投票 而民進則講 就剛剛嘉瑜講的 關切的就是那些弱勢團體 那些弱勢低收入戶 他們就靠這些照顧 所以韓國瑜一直在做一個 最後的反撲 而這反撲裡面 當他講出這個時候 你要看到網路上韓粉裡面 很多的想法都出來了 比如說我們都講說很高興 這次投票率一定很高 高鐵票都會訂滿 可是有很多人發現說 訂高鐵票的是韓粉 他五號把你訂完了 所以你的這個 現在我們還是沒花作 還沒有自由做對不對 你想趕回去發現說高鐵沒票 反正24小時內退票就好了 對 所以他們就把你票給訂下來了 所以他們也有一些 就說當天的話 我們去觀察嘛 所以呢 我去排隊排一排 說哎呀 原來我沒有戶籍 但是我已經把它排了擋掉了 然後或是我進去 投票開所裡面 太空漫步 就讓很多人覺得 我半小時才能投到一次票 那很多人就不耐煩了 所以韓國瑜今天 只能講一件事情 他終於發現 6月6號回斗六 這件事情的夢夜 其實越來越近了 然後當然了 因為6月6號回斗六是夢夜 所以他的反制動作 比他選總統的時候 最後完全攤開 還更害怕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